好 來看到連續兩天確診的這個人數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很可怕 在今天北部200 在本土有206例 但是現在只有在新北 雙北市列入三級的警戒 大家要問問夠嗎 好 其實除了台北新北之外 我們知道北北七桃 其實是個生活圈 所以只有在雙北的部分升級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有點還不是那麼安心 好 我們來看到 在台北市89例當中在萬華 萬華這個地方 也是大家現在非常關注的 現在是不是已經大爆發 雖然我們不想這樣講 但確實看起來 每天每天增加數字非常的多 58例還有新竹3例 那這位新竹的小男童 他曾經到高雄台南 所以現在是不是也可能 對不對 他現在不只在新竹 另外還有桃園兩例 台中一例 彰化9例 金融兩例以及新北的板橋 也有32例 宜蘭3例 那在今天 本土的部分 206例 90位男性 116位女性 在茶藝館相關有14個個案 萬華的部分 19個個案 但是其他呢 這個數字加起來也才33左右 好 我們來看到 好 立委怎麼說 雙北15號才升級到第三級 已經太晚了 彰化以北縣市 景界應該同步都升級 所以雙北 桃園 基隆 宜蘭 應該都升級 否則擴散出去已經來不及了 委員今天來到現場 確實 我們剛剛 我講的還比較少一點 你認為在彰化以北 應該都同步升級 對 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昨天 這是昨天 這個中國時報記者訪問我的 我是覺得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嘛 今天的情況 彰化就有九例 對 那最 而且其實現在看起來 南部也有疫情 彰化以南也有疫情 但是在兩天前 其實我們知道嘛 就根據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 如果說一週內 有三起群聚事件的話 就應該要升三級 可是過去我們知道說 在禮拜一 就上禮拜一的時候 因為已經有宜蘭的 一個遊樂場的outbreak發生 另外還有一個蘆洲的部分 萬華那時候就有兩例 可是其實看起來 就是山羽 越南豐滿了 那後來是因為 陳時中講了一個說 因為基因的序列 看起來大家都是同源的 都是從華航跟諾富特出來的 所以那時候他還在這個 立法院在備詢的時候 他還說了一句話說 他鬆了一口氣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 他的這個反應 我覺得糟糕了 這其實我是倒抽一口氣 為什麼 因為代表說這支病毒很厲害 太厲害到 這個所有的都是從他那邊 傳染出來的 其實更在上個禮拜之前 我今天要講 千金難買早知道 可是其實在上個禮拜之前 已經有蛛絲馬跡可行 在上個禮拜 華航的那個 記得嗎 有一個司機 接火車的司機 他是載著這個機師 到這個集中檢疫所 他也被傳染了 你想想看 這個司機他是全副武裝戴著口罩 結果竟然也被傳染 你就可見說這支病毒這麼毒 這讓我聯想到2003年的時候 其實在中國大陸的廣州省的中山醫院 急診室的那個救護車司機 他也是戴著口罩運送病患 也是被感染 而且他已經做好一個 其實算是全副武裝了 對 他還是被感染 所以代表說這一次 來勢洶洶的這個英國變種病毒 他的傳染力是很厲害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了 母親節是全國大移動 很多人都是要返鄉 去跟媽媽一起過母親節 那你現在事後看到 今天發展裡面 很多的病例都是要回南部 有一個獅子會的那個女兒 不就是回南部 說要跟媽媽一起過節 然後甚至中部的 有一些也是一樣 有些彰化的那個酒粒 彰化的酒粒 他們是送葡萄的夫婦到萬華去 然後回來了之後 結果他的小孩都回彰化 跟他聚餐 結果也都得到了 而且根據葉彥博局長 彰化衛生局局長 他的說法是 只要有跟他接觸的 全部中標 對 整家人 全家人都中標 然後甚至去刮殺的 也都全部中標 所以我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這次這支病毒是來勢洶洶 大家不要就是掉以情形 而且疫情指揮中心 你其實我這邊要講 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過去在SARS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是疑似病例 就已經在通報 然後就已經在讓我們知道 今天都還要RT PCR的 確診的個案 我們才看得到 因為就以昨天 已經在萬華篩檢的 這個快篩的裡面 有117個 因為還沒有做RT PCR 所以都沒有列在這個裡面 如果列進來的話 萬華再加這110多個人 快篩跟RT PCR 其實靈敏度特異性 差不到10% 所以如果這樣算起來 已經有100個 確診的個案明天會宣布 那加起來不就已經 萬華地區已經168 170 所以這個其實看起來是 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大家對現在這個疫情 不是太樂觀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位是正信醫院急診部的 重症醫師蔡賢隆 他說他非常擔心 他一個晚上沒睡 他說其實在15號180個人 當時他就預言了 他說這只是個開始 未來五天 今天才第二天嘛 這個人數會越來越多 甚至死亡的案例還會增加 但他希望大家還是要保持樂觀 我們一定會度過的沒有錯 但是現在很擔心了 其實在案1424的時候爆出說 4月23號就發病 所以可能在華航群聚延燒 當時大家關注華航的地方 也關注是諾富特桃園這個地區 但是很可能現在有這個專家說 3月份華航可能已經有狀況了 感染醫學會名譽里長 黃立民黃醫師說 這兩個案件並不是連續事件 是平行事件華航跟萬華不是互相感染 但是他推測至少3月份的時候 已經有人把病毒帶到華航跟萬華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我們是不是真的太有欣賞了 冠雪哥 首先我知道現在媒體都很關注 這個尤其是台北市的地方 就很關注萬華這個區塊 可是我必須跟各位報告一下 為什麼萬華區的這個 就是篩檢出來的比例會比較高 因為大概有一成 因為現在目前台北市 就只有在萬華有設這個快篩站 所以大家都搶著去萬華做快篩 當然他的人數會比較高 所以好多人聽到說萬華 怎麼你們那邊很危險啊 獨庫之類的 我跟各位呼籲 這個因為雙北是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我光中正萬華有十條橋樑 跟新北市做連結 那所以本來人口的流動就已經很密集 而且很快很快速 所以現在加上這個快篩站 今天又設了第五個快篩站 很多住在周邊的人覺得自己身體 可能對身體狀況有點擔心的 就會跑去做快篩 所以篩檢出來的數量 可能會看起來比較害怕 當然像很多這個 像之前最早講獅子王 這個阿公殿 其實阿公殿這個東西 我覺得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對這個區域的了解 他的病這個疾病的傳染 最主要應該是因為麥克風 就是麥克風傳遞來傳遞去 因為你看那個獅子會的前會長 其實他是很符合 阿公殿常客的一個行為模式 阿公殿的行為常客 阿公殿常客的行為模式 就是說他會去好幾間捧場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覺得寂寞 可能經濟條件還不錯 他就想有人陪 想唱唱歌 所以會去不同的店做消費 那也許就在這個過程中 把這個病毒傳染給周邊的人 所以各位請不要擔心 現在目前很多人 對於我們來自萬華的一個居民 都抱著這個比較異樣的眼光 我相信就像柯市長講的 阿伯講的 這個臺北市市民的素質是很OK的 大家現在都會戴口罩 請大家多給我們 不管是防疫中心 或是這個臺北市政府 多一點時間來應對 包括我 我兒子今天念的小學 也接到通知啊 就是因為在附近 而且學校有確診的這個案例發生 所以未來一個禮拜都要停課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大家 面對這麼重大的疫情 大家都很緊張 大家都很擔心 可是在緊張擔心之餘 先冷靜下來 好好的注意我們中央的防疫資訊 做好個人的防疫準備 不要被自己都嚇到了 雖然大家對於防疫指揮中心 公布的一些數據 之前都很有存疑 但是我們要慶幸的是 終於他肯真正面對 很多人染疫的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新冠肺炎 根據調查大概有四成左右 都是沒有症狀的 我相信會去排隊篩檢的 大部分也是沒有症狀的 這邊我要呼籲台北市政府 雖然現在本來四個篩檢 現在變五個 可是要注意 我去經過看到很多 要排篩檢的民眾 他是沒有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的 如果按照這樣一層的 一個陽性的篩檢率來看 你去排隊做篩檢 反而染疫的風險更高 所以拜託各位 要去做篩檢的朋友們 一定要在排隊的時候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不要本來沒事去反而染疫 這樣得不償失 昨天有個現象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昨天早上的記者會之後 大家很擔心 因為升級了 紛紛都到了賣場 因為要去備貨 擔心說接下來會有些狀況 但是你就想到 在這個賣場裡頭 也是個密閉空間 說的人擠人 甚至你結帳 其實很難保持安全距離 所以大家就說 我現在去採購 會不會反倒是一個破口對不對 其實大家要知道這個病毒的傳染 它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在密閉的空間 空氣不流通 然後其實疫情指揮中心的 一直在講什麼路徑的東西 其實我是覺得現在大家都不要再談路徑了 因為其實這已經是第二波第三波的 這樣子傳播出去 已經就是防不勝防了 那而且更不要講說 你今天假如說是搭公車好了 有一個如果他是確診者 他自己不知道 可是他咳嗽 然後他手可能無了鼻子 他抓了那個手把 那你跟他搭同一班的 可能站得比較遠一點沒有被傳染 可是晚班的 晚了六七個小時 他手也去抓那個手把 他可能就得到 所以換句話說 接觸傳染 飛沫傳染 就糞口口鼻的傳染 其實是非常非常常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個認識 回到家之後 第一件事情應該先去洗手 你不要把這個病毒帶回家 傳染給家人 還有不要 因為你沒洗手 然後你隨時就抓了一個蘋果 然後就往嘴巴塞 那這個就是會變成是一個 病從口入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想這個傳播的東西 口罩戴好 要常洗手 要用水神洗手 就是非常非常 對 水神就要注意 噴一噴 非常的重要 好 那同時在現在我們線上 我們也歡迎的是 我們乾坤署長邱淑提署長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 好 署長我們先來跟大家 要來討論一下就是 升級了 但是只有雙倍 其實剛剛我們委員說 他認為這是不夠 昨天你也提到 你認為這是個假三級 對 這個是時間太慢 範圍太小 強度太低的假警戒 那這像剛剛大家提到的 這樣的假警戒 他反而是加速了病毒的傳播 我覺得陳立委的提醒非常的重要 那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你看大家就這個檢驗的啦 打疫苗的啦 搶物資的啦 還有更可怕的是什麼 全世界都知道 當初高雄長更 其實就是 衛生署幫忙處理人際醫院的時候 他說 他需要時間做配套 和平醫院做得很快 迅速的來阻斷 他罵說 封院倉促 結果 人際醫院慢慢封 就產生什麼 逃難草 那各位就看到台北市跟 這個新北市這一次民眾呢 有一些他們大學啊 趕快就踩遠距啊 那能逃的就逃到中南部去了 我一直在提醒 我們現在被捕了三刀 也就是說當那時候諾富特 然後後來發現雙北宜蘭基隆 結果都還是慢慢來 沒組織 可是母親節已經過了 母親節本來就造成 大家南來北往的流動 然後呢 母親節之後的六到七天 是發病 以及呢 有傳染力的時候 又辦了一個大會考 所以先 台灣全台交流 然後呢 在地擴散 然後呢 這個假警戒 又讓雙北 大家恐懼往外逃 又再一次全台大交流 這樣補了三刀 你說台灣還有什麼地方 能夠是淨土 所以難怪其他很多縣市的縣市 已經緊張的不得了 又不敢逆時鐘 就只好自己弄一個準三級 三級都已經是假的 只做什麼特種營業 學校沒有停課 公司沒有停班 然後呢 其他縣市呢 又只能非常卑微的 搞一個準三級 這些都是拖拖拉拉 讓病毒呢 向外去擴散 那大家就問到了 其實這幾天也很多人就說 那我趕快去打疫苗 我們來看到 蔡總統他現在怎麼說呢 他說 首播的國產疫苗 預計7月底就可以供應了 不過現在有消息傳出 疫苗實際要抵臺 指揮中心是否認這樣的說法 那蔡總統他說 7月底可以來 供應是國產的部分 但是國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賴世保文就提出了 國產的疫苗 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還在一個二期的 臨床試驗 這就是用所謂的政治手段 又來了政治手段 來干預疫苗審查 沒有經過三期 這樣一個臨床試驗 證明是安全無余 但是在這樣狀況之下 要趕快要來 緊急的授權給民眾施打 好 其實就連一屆都怒紅 真的 這是不可原諒的罪惡 委員 對 其實 我看到昨天的蕭基惠 那個理事長 還有這個核心醫院的 這個謝姚院長 前院長 他們開了記者招特會 我真的是覺得 終於有人出來講話了 因為他們開記者招特會 就是在提醒 這個我們的蔡英文蔡總統 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下指導期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我們蔡總統 在臉書上面講說 7月就會有國產疫苗可以打 可是這個國產疫苗 如果7月就要可以打的話 首先必要條件是什麼 就是它要通過這個緊急授權 也就是我們的食藥署 審查之後要緊急授權 問題是 現在這兩家國產疫苗 一個高端 一個聯亞 他們才剛剛收案 然後完成了二期的 這個兩劑的 這個接種 這個高端的疫苗 大家知道說它其實是一個基因重組的 這個蛋白質的疫苗 recombinant protein疫苗 跟Moderna的疫苗是同源的 那另外呢 在這個聯亞的疫苗 它是一個人工生態 Peptide短的那個 N基酸的那個短鏈的 然後裡面有B-Cell 跟T-Cell的這個 可以刺激免疫反應的一些Peptide 然後做成的疫苗 我不是說他們疫苗不好 他們疫苗其實是非常好 問題的是呢 他們現在只做了二期的臨床試驗 那如果按照政府的規劃 只要做完二期臨床試驗 分別做了3800多人 跟4300多人 然後打了兩劑 都打完了 然後打完之後 他們等一個月 也就是說在五月下旬 他們就可以去測 他們身體的抗體的濃度 綜合性抗體的效價 然後他們就是說 那這個是跟國外的疫苗 在抗體的效價上面是一樣的好 然後之後就要給予緊急的授權 那現在看起來 這個是他們的scenario 意思是說這是他們的劇本 他們要照這樣子的劇本來走 那如果這樣子來走的話 當然7月國產疫苗 就會緊急授權 就可以施打 那但是謝炎堯院長 還有蕭基會的理事長 他們開啟招待會 就是提醒我們政府 不要下指導期 不要預設立場 要客觀的分析資料 同時呢 應該要讓這個疫苗 有機會做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因為大家要知道 現在全世界已經有拿到 藥證的有八家疫苗 廠的疫苗 包括這個 從這個BNT疫苗 瑪德納疫苗 然後Johnson Johnson 甚至AZ的疫苗 還有大陸的兩家的 品牌的疫苗 就國藥的集團疫苗 科興的疫苗 還有兩個是蘇聯 蘇聯政府 從八個疫苗 都已經拿到LiS 他們都是做完第三期的 甚至目前全世界有19個 疫苗廠 正在進行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那我們國內的這兩個疫苗廠 他們只有做二期 當然他們可以說 這麼二期的人數是有增加 超過3000人 所以他們說這樣子 就可以緊急授權 但是其實這樣子沒有做三期的 臨床試驗的疫苗 專家會擔心 因為這會出不了國門 意思就是說 你要到國外去申請LiSense 的時候 你要去申請疫苗的 這個使用許可證的時候 沒有做三期的疫苗 基本上美國不會給你LiSense 然後歐盟也不會給你 中國大陸不會給你 日本不會給你 那請問打了這疫苗的民眾 他們將來的疫苗護照上面 他蓋這個 就是說他打了我們的高端 或聯亞的疫苗 你覺得他走得出國門嗎 他可以出了國門 可是他可能出去之後 到了當地 還是要14天的居家檢疫隔離 那這樣子就讓民眾覺得 這個其實這個打疫苗 是可以保護我 應該是可以有保護理 問題是 對於我旅遊的方便性來講 就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這個國產疫苗呢 如果二期做完就要緊急授權的話 拜託一下 政府一定要監督他們 讓他們做三期 而且要做完 這樣子我們拿著這個 打的這個疫苗護照 才有可能可以到國外被承認 在新北的部分 連續兩天 其實今天呢 這個侯儀市長也說了 在新北這邊 核准開設專責病房數264 現在可以收治專責病房數 這個常數只有67 所以其實是看起來 已經是不 不足夠的這樣一個狀態了 所以侯市長要請醫院來協助說 大家可以共同提升 醫療來 這樣一個修正量能 好根據去年這樣的一個規劃 不夠文的時候就要配合 衛生局分階段來徵用各院的病房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 新增了206例的部分 我們也幫大家做了一個這樣子整理 可以看到在本土206例 新北板橋有97例 台北89例 所以現在恐怕 對到這個醫療的 我們也擔心說是不是 接下來可能會不會造成 像是歐美疫情一爆發的時候 你的醫院 你的根本不夠用 那大家就會更加擔心 冠勛哥 對啊就像雅婷你手上的手板一樣 現在目前看起來 雙北市每天新增確診的病人 可能都有97 或是接近100 可是你現在按照 台北市跟新北市發布的消息來看 現在目前醫療院所的量能 大概都是60幾床 70幾床 所以真的要天佑台灣 希望這些篩檢出來陽性的 可能的病患 不要有太嚴重的症狀 不然這樣子 整個雙北的醫療資源可能 瞬間變成崩潰 那這樣子 崩潰醫療體系崩潰以後 會讓人民更覺得恐慌 現在是我不知道得病了 然後接下來如果說 醫療系統崩潰 我是得病了沒地方醫啊 所以之前雙北都在 劍行這個醫療院所的 這個收治能量的一個降載 就是為了要協調出 這個可能要專責收治 我們肺炎的一個病患的一個能量 可是目前看起來 他們清點出來的能量 我覺得還是蠻緊繃的啦 真的如果萬一真的有 症狀出來 不甘設想啊 希望說這個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像可不可以協助台北市 就是第五個快篩站 也可以請三種來做協助 這個才有你中央統一指揮的 一個好處嘛 不是說甩鍋給地方政府 讓地方政府自己來做 這個後續的一個 比如說篩檢啊 或是病患收治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說 中央跟地方有一個 互相配合的空間 不會說到時候就是 你推給我推給你 沒有人要負起這個責任 反正現在的政府 也不需要負政治責任嘛 確實中央地方 如果不同調的話 就是讓人民也無所適從 那以為我們剛看到 你說的這個年紀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看到40到59 總計99 60歲以上64 其實大家比較擔心就是 小朋友跟老人家長輩的部分 沒錯 老人家舉實你看這個 206位裡面 60歲以上就佔了64位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 他們的那個症狀 不要太就是不要 產生太多併發症 因為其實根據整個的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學 臨床流行病學資料顯示 就是年紀越大的話 他的死亡率是越高的 想說 昨天看電視的時候 我媽媽就說 我媽媽說 不然我現在要煮 COVID-19 我媽媽已經89歲了 他現在也在看中天的這個 整備 我就跟他說 媽媽 你現在都很久出去的 你也不去菜市場 你買菜 現在都嚇不著 都費用出去買 所以都在哪裡 都在哪裡比較多 我就說你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AZ疫苗還是打得 對女生比較不好 那你也是比較少出門 所以還是先不要打 那再等等看 那但是看起來就是說 以這個疫情來看 我們真的需要更多預防的疫苗 那這個就是要拜託一下 我們的大有為政府 你們採購的政策 之前陳玉珍委員在質詢的時候說 那地方政府如果有能力 能不能也自己去採購 就換了一天 陳時中好像又說不行 可是其實地方政府 如果有能力去做的話 Why not 為什麼不讓地方政府去試試看 他們如果能夠採購到疫苗 重點反而是什麼 是中央你要補助經費 你當初有這個預算 全民都可以打疫苗 那你的經費有編列了 一百多億 那你現在如果地方政府 你要你自己沒辦法採疫苗 採購疫苗了 你要把這個權力下放 給地方政府去試試看 那但是你如果不去做補助的話 那地方政府 拿來這個預算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過去在這個疫苗 預防接種計畫裡面 還沒有中央健保署之前 都是各地方政府的衛生局 就要負責去採購這個疫苗 當初如果是台北市衛生局 採購的疫苗 你說新北市的民眾 如果他們跨一個淡水河 要來台北市打 台北市會拒人一千里之外嗎 當然不會 因為疫苗就是救命的 就是人道的精神 你不能夠說 因為是不同縣市的民眾來 你就不讓他打 是不可能的 那一樣 台灣真的是不要再分藍綠了 那其實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公共衛生的政策 也不要有太多政治的精算 因為那樣子 其實是沒有把 把這個他的優先順序弄好 這個對 都不是全民之福 所以我真的期待說 在疫苗的採購上面 能夠早一點的 然後好好的去執行 現在還為時不晚 我剛剛也提到了 這個以色列 如果說他們四月份就釋出消息說 有一千萬劑的疫苗 採購過剩的 他要轉賣到別的國家 他可能也有 BNT的疫苗採購過剩 那你為什麼不去跟以色列談一談 我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是中華民國以色列 國會議員友好協會的會長 我率團到以色列去訪問了四次 其實以色列的國會議員 對我們都非常的友善 那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那次我記得還有 連CDC的莊仁祥副署長 都陪我一起去的 去那個時候去參加一個研討會 傳染病防治的研討會 所以見到了很多的官員 我想如果現在我們有辦法 能夠透過一些外交的手段 那能夠去爭取到疫苗過來的話 因為其實現在是一個時機 有些國家採購過剩 像韓國也是採購過剩 以色列也是 那美國馬上就要採購過 就會有過剩的疫苗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 能夠再去爭取到疫苗的一個契機 那這個就是要看我們的政府 能不能再及時的 去做這樣子的措施 來幫助我們的民眾 能夠得到這個疫苗 你真是有留意嗎 你真是有可能 你真是有機會 car nella市民 讓很多人來 你真是有可能 有甚麼老是 去哪兒 你真是有可能